中国达人秀沈腾岳云鹏聊天像是说相声,还调侃杨幂的歌不好听。 近日,综艺节目《中国达人秀》第六季火爆热播,本季节目中由杨幂、沈腾、金星、蔡国庆四人担任梦想观察员。 节目中除了精彩的达人表演外,四位观察员同台对话也是笑了十足,尤其是沈腾、金星、杨幂几人,有时真的像是小品一样精彩。 在8月18日晚,《中国达人秀》第六季最新一期节目播出,岳云鹏暂待金星成为梦想观察员,与沈腾之间的对话宛如说相声,杨幂的反应也是亮了。 从节目中可见,岳云鹏走上舞台后沈腾变笑出声,杨幂也是微微一笑,之后沈腾说道,沈腾则调侃道,他也不像郭德纲啊,引得杨幂及众人大笑,岳云鹏则接话,我模仿小月月。 感谢观看